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龙死种 我都好久没见过这么这种种水了 接下来这个重磅了 不得了了 看看这个重磅了 买X大皮秀 想知道自己当年买的翡翠还值多少 一条视频告诉你 哈喽 翠友们 没错又来发财了 又来拆包裹了 我也不知道今天是大理事还是灰流的货品 让我们来见证机记 这个是灰流的 这个漂亮了 足八贴金箱的一个易景名的一个小童星 来看下一张 哇哈 发大财了 奥马勒 这有满转 豪翔 其实外面是个铜拓来的 瑞丁那边就是经常会用铜拓包着 然后跟你说这个是天空蓝 来给你们打个灯 天空蓝光影不得了 其实它是个微料 好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打架环节 然后首先一路眼帘的是一个白菜 白菜这个题材就是用来壁裂 诺化子底 那这个我们就给它打 88 你发我也发 这个这个不错 这个因为它是一个18k金箱的 这个打个3000吧 上面还有绿蛋 还有白蛋 还有黄蛋 其次就是这三个无数牌 它如果没有棉的话价值就很高了 因为它总水还是不耐的 一个打个50块吧 接下来这个就有点重磅了 微料雪花棉天空蓝的啊 银托光阴 这个其实达不了多少钱 打个100吧 来接下来 冰子底的一个山水啊 山水牌大家应该也知道啊 都是壁裂雕 打个99吧 三长又99 接下来 黄龙牌 看到没有 这都是晶体啊 天蓝的黄皮 然后一个黄龙 这个能打个200 接下来这个重磅了哦 满裂大皮修 不卖 这个不卖 太差了 那我们已经打完价了 我们给翠有制个电 看看它这个价格能不能卖哦 喂 发财老哥 哎呀你好 是我吗 啊 是我 是我发财 我收到你这些货了 我给你发了微信消息 你看看那个价格能不能卖 对那有些确实就是比较差 然后价格都比较低哦 没关系 对对对 你看一下 无所谓的 好好好 这个老哥也很爽快啊 无所谓的 哈哈 刚来是真的想出手啊 就还是愤怯你们买好货 好货 怎么带都带不腻 啊 自己看了也喜欢啊 每天都不停的在拆盲盒啊 感受拆盲盒的惊喜 但一次惊喜都没有 使不得也没有 怎么回事 哇塞 这真的假的呀 超麻烈啊 哇这吓人了 哇 奇荧光的绿弹面啊 打灯看有一点点酸食纹啊 所以说不不大确定这个是不是A货啊 如果A货是这种品质的话 我这一块大面不少钱啊 所以说买东西一定要买金啊 不一定要买大的啊 要买金 来昨天的地丸绿弹面终于做出证数来了 来看看 哇这真的很唬人啊 哇太漂亮了 这就这一个小小的蛋面啊 价值大万甚至六位数啊 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龙死种 就是有种又有色 它的颜色 融于种水里面 你看起荧光的绿当面 这个鉴定结果做出来了 这上面写着是一个翡翠处理 备注是漂白 冲田及染色处理 然后我后面问了一下好大姐啊 问好大姐是多少钱买 然后她告诉我八百八 那怪不得 那怪不得它是这种地丸绿啊 那没办法 其他的这些货品的话 那确实是太差了 像这种这个就变种了都 这个只能卖几十块钱 给翠友沟通一下 看看它卖不卖了 好吧 姐你这些货确确确实实 太普通了 你看要不给你忌讳吧 你卖的话也卖不了多少钱 所以还是分圈各位买货 一定要买金 然后还有就是不要贪小便宜 找一个靠谱点的商家 这个八百八买的地丸绿 它始终还是地丸绿 加引号的那个地丸绿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